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仪式 根据最新的报道来自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 上面说 Animal sacrifice are on the rise in queens 动物献祭的仪式 在纽约皇后区正在聚增 报道上面说 在皇后区 动物祭祀正在增加 鸡 猪和老鼠 在环绕亚买加湾的公园 被折磨 残害或者杀害 作为一些扭曲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 至少在联邦管理的 霍华德海滩的春西公园 和布罗德海峡的亚麦加湾 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了九只受伤的动物 或者是它的尸体 其中包括五头耳朵被部分割掉的活猪 从这些令人作呕的现场 发现的生物还包括一只被装在袋子里 并被捆绑住的小老鼠在里面奄奄一袭 袋子里面还有鸡骨头 还有个刚被砍掉的鸡头 一只受惊的活母鸡 以及一只脖子被折断的死狗 据悉 其他涉及动物祭祀的宗教信仰的追随者 例如像说萨满教和Voodoo 扶都教也会利用环绕亚麦加湾的海滩的公园 来进行写新的仪式 献祭的仪式 那这个报道我们华人或许听起来不会太在意 因为我们会觉得猪耳朵很好吃啊 这一切都很平常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在纽约发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猪耳朵猪脚这些东西是华人的饮食文化 但是其实在纽约发生的是一个 宗教的献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 我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洛杉矶的市中心 我记得我去他家的时候 他家门口就一颗干掉了鸡的头脑袋 那我也没有想太多 因为华人看鸡的头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看过 我们很多人或许还吃过 会觉得很香很好吃 像我特别喜欢吃鸡脖子 因为那边就是皮弄了之后 还是那是鸭脖子 Not sure anyway 那我那个朋友是个白人 然后他是一个基督徒 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他就跟我说他很害怕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邪教的仪式 他家的楼上就住着一个海地的移民 说这是搞乌毒的 Voodoo 那当时我就笑他 你们白人连吃鱼都是没有头的 有头的东西你们都不敢吃之类的 但是我还是充满着好奇心 我就爬到那个楼梯上面 就看看他那个窗户上面 那个二楼的窗户那个地方 结果我还记得就是一根一根挂着的 就全部都是鸡的头跟鸡的骨头 然后一根一根被绳子串起来 像风铃那个样子的那个 他的窗户上面 那我现在是基督徒了 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每次一讲到美国人会来这边开会 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 就算是无神论者 我在台湾的时候做服装设计的时候 老板会叫我带客人出去吃饭 然后他吃饭的时候点菜的时候 要很小心不要有头的 不要有脚的 美国人吃东西很胆小的 我现在发现 当时就算是无神论者 因为当时我是在服装产业里面 又是同性恋 又是一些很奇怪的人 他们几乎都是支持欧巴马的 但是当时的美国人 还是保持着 美国人传统的习惯跟单纯 那当我们美国的传统文化 基督教的文化 变得越来越弱的时候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而其他的文化 变得越来越茁壮的时候 这些奇怪的仪式 就是会出来取代 美国人的习惯跟单纯 纽约邮报这篇报道上面是说 这是一个印度教的一个支派 做出来这些动物献祭的仪式 因为在那个海边上面 有很多他们的神的神像 还有那些花之类的 我不知道 这只是根据 纽约邮报的说法 但是根据美国的法律 跟现在的法律哲学 美国从1993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如果有人要在宗教的场合上面 做一些动物的献祭 不管是献给哪个神的 就算献给撒旦的 都是合法的 都是属于宗教自由 所以或许这不是 华盛顿 杰弗逊跟麦迪逊 他们想要的宗教自由 而且这些事情是很邪恶的 因为他们不只是去 像我们去打猎的时候 一枪要打死 那只是我们要吃的动物 他们是去虐待 凌虐那些动物 是非常残忍 非常可怕的 但是就从1993年开始 美国的法律跟文化 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就是我们重新迎合了 我们重新接受了 所谓的动物献祭 一开始是犹太教 他们说圣殿 要献祭一些羔羊之类的 然后后来越来越多的宗教 进入到了美国 加上撒旦教的兴起 而动物献祭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平常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这个是没办法持续的 这样的反基督教文化 在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当中 不可能长期的共存 我们不断的引进 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 包括他们的文化 包括他们的宗教 包括他们的习俗 在我们的政治 政府 还有社会的和平 都是会带来动荡跟影响的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移民而已 因为如果说这些可怕的动物献祭的仪式 真的是那些跟报道一样说是印度教的信徒弄的话 那很有可能做那些仪式的人 并不是非法移民 很有可能是跟我们一样的是合法的移民 然后把鸡的头砍下来 到处乱丢 丢在海滩上面 我们都在美国生活很久了 我们知道美国你是不可以乱丢动物的尸体的 狗死掉了 你都要带它去动物的火葬场 猫死了 老鼠死了 宠物死了 我们要叫动物管理局来处理这些尸体 这个是对我们的邻居的尊重 也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卫生环境好一点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保护美国的文化 我们的节目常常会 好像在怪非法移民 但是其实我们想要影响的是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的领社 我们的节目常常会讲到 美国的总统 美国的历史 目的就是要让各位更了解美国 更了解美国的文化 还有美国人的习俗 当文化彼此冲突的时候 就是不可能合一 就是会造成社会的问题 希腊哲学家亚利斯多德知道 美国的建国国父们也都知道 圣经里也是这个样子写的 巴别塔 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 为什么要杀光所有的迦南人 为什么神会规定 犹太人只能跟犹太人结婚 也就是说 这个是合法的 而且是符合圣经的 对于信仰自由 有某层面上面的框架 是合法而且符合圣经的 如果我们不想要 鸡的头掉在我们家门口的话 宗教自由就是要被限制的 我们要限制的是这些邪恶的 可怕的动物献祭的这些宗教 跟别的文化来影响到 我们的宗教跟我们的文化 这一切在之前都是有限制的 都是合法而且合理 而且符合圣经的 在1993年的时候 左派彻底的扭曲 宗教自由 之前如果说你在美国虐待动物的话 动物献祭的话都是犯法 都是违法的 现在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说 我们有宗教自由 但是我们是基督教的国家的一个象征 你可以去拜你的神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信仰 但是你要尊重基督教 你要尊重耶稣基督 我们不虐待动物 我们不动物献祭 而且我们不允许在大街上 公共场合里面杀这些动物 我17岁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广州 那时候去好像开会 那早上的时候我去吃 去吃肠粉的时候 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路边摊 一只羊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老板就在 所有人的面前就杀了那只羊 然后放血直接 就放到广州的那个下水道里面 然后在大家前面 就把那那批羊给宰了 我当时看我觉得好恶心 怎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广州的市民看了会觉得没什么 还是觉得是哇好棒哦 你看这个羊肉多新鲜啊 上一秒他还是活着 下一秒他就在我的碗里面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时我虽然不是基督徒 或者是我好像刚信主 然后我还没有读完圣经 还没有读完过圣经 但是我的文化还有思想 是美国的基督教的文化跟思想 我们要了解就是 Our limit define us 我们如何限制我们自己定义 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人 保守派对于移民的定义 一直以来都是 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合法的移民 然后我们不要 我们拒绝非法的移民 我们尊重他们的信仰 他们也要尊重我们的信仰 但是左派很明显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放大量的FBI 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 然后要把基督徒的小孩 从基督徒的家里面拿走 还有逼迫基督教的孤儿院 必须要关门 说他们不够支持LGBT 不够包容 不够多元 而且基督徒会用信仰 来歧视同性恋 还有变性人 其实这只是 他们掌权了 他们在利用他们的权利 来压迫基督教的信仰 还有价值观而已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富一策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Devil就是撒旦的意思 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住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们是有义物要分别为圣的 我们是有责任要来改变时代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沾不洁净的物 神才会收纳我们 现在在纽约皇后区发生的这个动物献祭 虐待儿童的活动 就证明了这一点 人被造就是来敬拜的 如果我们不敬拜神的话 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会敬拜 或者是我们就会敬拜什么某些其他东西 现在在美国这些地方也发生了这个样子 邪教污毒 献祭的仪式 其实就是1993年 对于宗教自由重新定义之后 结下来的邪恶的果实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